大家好,欢迎收看消费流行线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渐渐在推特透露 更新版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将在8月推出 新软件将提供全自动驾驶功能 据法新社报道 汽车制造商和科技公司 目前争相推出全自动驾驶车辆 但外界也对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性一发担忧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回应一名 对自动辅助驾驶系统相关问题提出抱怨的使用者时 揭露上述消息 自动辅助驾驶系统目前被视为只提供半自动驾驶 因为方向盘 因为方向盘前还是需要有个驾驶人 马斯克表示 8月推出的升级版软件Version 9 将有助于解决若干问题 截至目前 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合理将焦点完全放在安全上 V-9则将开始提供全自动驾驶功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